在诈骗横行的时代 电话另一端的人可能不是你的家人 在去年 美国人因为人工智能模拟声音的电话骗局 被骗取约100亿美元 专门打击人工智能电话诈骗的约翰阳表示 歹徒通常会找年迈的祖父母下手 模拟儿孙的声音 声称被绑架 车在某个地方抛锚了 或者是坐牢了 以此开始敲诈 他指出 歹徒可以轻易使用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影片 把他输入人工智能软件生成声音 用来告诉祖父母他们被绑架了 然后绑匪的声音会出现 命令老人家汇款 专家表示 如果能在绑匪出现前问完问题 有助于确认对方是否为本人 另一种方法则是提前计划安全词 他认为 人们应该相信直觉 如果电话那头的声音听起来很可疑 很可能就是一场骗局 新唐电视台加州记者站采访报道